1959年,彭老总一枚万言书被打入冷宫 消息传出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竟然丝毫不顾及昔日的前面,连连叫好 他不仅大力赞同这一处理决定,甚至还要求面见毛主席 只为爆料老总更多的黑暗 众所周知,彭老总作为抗美援朝的总指令,对朝鲜来说可谓是恩重如上 按理说金日成即使不失以援手,也不应该落井下石 这其中究竟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隐情呢 提起抗美援朝,金日成和彭德怀是永远绕不开的焦点人 一个是朝鲜最高领导人,一个是横刀立马的大将 两人之间有着太多的故事与交集 可随着越来越多的资料被解密,我们渐渐发现 中朝两国不仅有鲜血和生命凝结而成的坚固有情 高层之间更存在着很多不为人知的矛盾 这从金日成对待彭老总的态度就可见一眼 1959年,彭总在庐商会议中直言大跃进的种种弊端及问题 毋庸置疑,老总的初衷是好的 可惜,太过直白的处理方式却让人难以解释 这也为他的人生悲剧埋下了伏笔 不久后,彭老总因为这件事情被批斗 得知消息的金日成竟罕见的主动致电我国外交部 并且表示,他非常赞同对彭总的处理 更加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他还提出了面见主席的请求 并说,有许多事情要对伟人讲 这使得后来军阀作风,对朝搞大国杀文主义 也成为了彭老总的一大罪重 明眼人都知道,这一切也与金日成有着一定关系 那么,两人之间的梁子到底是如何结下的呢? 其实,他们的矛盾来自两个方面 既有个人之间的局域,更有国家利益的重点 我们都知道,彭总个性刚烈耿直,脾气活包 他也曾经这样自嘲道 我这个人,头上转着脚,常常碰着人,是别人不高兴 尽管他的毒舌让许多人感到不适 但是彭老总向来是对视部队人 举个例子,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 三十八军军长梁兴初,因为过于谨慎导致遗物战机 这一事物惹恼了彭总 战后召开会议,彭老总十分气愤 直言三十八军是斗主军 邓华眼看苗头部队,忙在一旁打云场 三十八军还是主力军马 这一场没打好,下一场一定不会犯错的 可惜啊,彭老总却不肯救破下雨 他继续弄马的,什么主力,主力个鸟 一句话将个人事物升级为集体错误 彭总不仅对犯了错误的部下毫不留情 与金日成也是摩擦不断 两人在军队指挥权及决策等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分歧 每次彭总都会距离一整 日积月累,金日成也渐渐对他生出了许多不满 如果说私人恩怨让金日成对彭老总颇有微词 那么国家的根本利益才是二人关系破裂的根本原因 这里面又有哪些显为人质的故事呢 想了解后续内容,请点击投降进入到主页 查看下一集的精彩视频